台中市长当事人卢秀燕今天上午公布副市长名单 分别是外交部前政务次长令狐荣达 前立委杨琼英 以及前台南市警察局长陈子敬 外交部前政次令狐荣达有30多年来的外交经验 外界预期以他丰沛的外交人脉将为台中市拼经济 至于杨琼英是此身立委 两年前被给有全国知名度的时代力量立委洪慈雍 仍积极经营基层 由于出身名代 接地气 又是女性角色 符合卢秀燕的团队特质 另外市府秘书长则是由前独发局长黄重点担任 黄重点有建筑师身份 又建管专业 处事谨慎低调 被卢秀燕言难总管市府的内务